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 透过沟通协商 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其慧究竟是不是一项 不可能的任务 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华新闻网的叶佛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土质 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台湾那么多的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的问题 民意在过前当中 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的时间来到了9点 将近35分 马上进入我们海峡论坛 下半场的讨论话题 民进党21号重新召开 中国事务委员会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才是 两岸关系需要与时俱进 除了加强两岸城市交流之外 民进党未来有三个有力 跟三个坚持来推动两岸关系 蔡英文的三个有力指的是 必须有利于国家自由民主发展 区域和平安全稳定 两岸互惠互利的交往 以及两岸的交流互动 必须建立于全民的利益之上 而另外他的三个坚持 则指的是 坚持政府的决策 必须要透明民主 坚持交流的过程 必须多元参与和机会平等 还有坚持交流的成果 必须维护公益和社会的共享 以累积两岸事务的能量 我想先请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来为大家解读一下 蔡英文的三个有力和三个坚持 另外蔡英文也建议民进党执政的 13个限制 现在多了 好变13个的 县市首长要参考高雄市政府的 两岸小组 也就是所谓的成局模式了 来建议两岸事务的处理机制 您怎么看这个新的财势呢 所以我想蔡英文 她一方面就是在凸显 国民党从2008年以来 马政府的执政 两岸关系虽然有非常大幅度的发展 但是似乎只是少数人受益 那也就是 很多资讯也并不是那么的公开 这也是就是去年 318学运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她的这些说法 就是希望能够未来两岸的政策发展 一定要公开透明 能够让更多人呢 这个感受到这个两岸政策所带来的好处 而不是仅限于少数的所谓的企业财团 所以我想她做出这样一个说明 是想跟国民党产生一种政策上的区隔 那第二个当然我看到我看到她提到就是大陆 这个台湾的这个县市首长 特别是民进党籍的县市首长 能够跟大陆能够地方政府能够对接 我想她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我们知道2012年蔡英文 她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跟马英九在竞争的时候 当然她当时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 她说不清楚 提出了一个所谓台湾共识 那很多人说这个内容很空泛 成为空心菜 所以2016年目前看起来蔡英文 应该还是民进党最有可能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 那她在两岸问题上的话 她一定要跟2012年 有某种程度的进步 让中产阶级或者是让经济选民认为 她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 所以当然她首先要面对的就是 九二共识她又不要承认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她有没有能力处理未来的两岸事务 那我们知道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 民进党目前还是不承认的 那因此她要怎么样让 这个一般的选民认为 她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呢 她就由这个地方包围中央的方式 那我们知道目前来讲 像台北市跟新北市是有一个互动 那未来来讲 是不是民进党各个县市 都能够跟大陆各个地方政府 能够有互动 那这样一种地方包围中央的模式呢 可以让台湾的选民认为 民进党并不是逢中必反 那民进党也能够处理两岸事务 当然我觉得她有这样一个希望 那对于中共来讲 她愿密配合 我觉得这也值得观察 但是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大陆目前也认为 以目前台湾内部的 选这个政坛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蔡英文如果真的出来选举的话 2016年当选的几率非常高 所以中国大陆也有可能 希望透过这种地方的交流 不是那么政治性的 那可以比较能够回避九二共识的问题 也能够跟民进党形成某种的互动 如果真的2016年是蔡英文当选的话 那两岸关系就不会像2000年 陈水扁当选总统的时候呢 陷入到一个非常低潮的情况 我想大陆也不乐见 两岸走向一个那么低潮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想目前来讲 她抛出这个球 还要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去接受 好的 谢谢范世平教授 就像范世平教授讲的这个 的确是在九合一选举之后呢 重返执政可能性大政 这个民进党现在要如何去制定一个 让华盛顿跟北京都能够接受的 一个两岸互动策略 大家都很关注 您怎么看 你认为她真的能够在 蔡英文真的能够在回避 九二共识情况之下 增进这个红绿之间的交流吗 您的看法 我第一个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就是说蔡英文她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 你要不要接受这个 九二共识一中个表这个原则 因为过去这两岸之间 特别是比如马总统的这个 红绿外交其实都直聚在这里 所以如果她不能接受的话 那中国大陆顶多就是 允许地方政府的这个交流 那么我们如果这次看 这个双向前申请门事件的话 就可以知道 我们想要透过美国来扩张 我们的这个利益 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在这样子一个状况底下 如果说不接受九二共识 一中个表 那么我觉得未来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外交 是在一个非常狭窄 狭小的这个坑洞里面 慢慢而行 那这个是对我们整体 国民利益是不利的 那么因此这一点是 这个民进党政府必须要 非常 民进党非常要考虑这件事情 怎么样做一个调整变动 所以也就是说 蔡英文还要制定 让华盛顿跟北京东 能接受的两岸互动策略的话 他必须在九二共识上做一个 清楚的表态是吗 看做一个怎么样的方式表态出来 至少要维持这个 否则我想说 只能在地方事务上 地方维持这样子 尤其是我们看到 这个习近平主席上台之后 你看他的这个表现 其实他现在某地方是 他充满了自信 他把他的这个整体的 经济军事战略 这个铺陈 持续往前走 那么他今天只是说 习近平这一代的领导人 还跟中华民国还有关联性 到了下一代的领导人 他跟中华民国 没有什么关联性的话 他可以完全摆开 他走他的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思考我们的问题 所以换言之就是说 我们必须让我们 下一代了解到说 今天这个问题 不是他们想象 这么样单纯的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 当然回到前面 其实讨论了一些议题 也是说 青年人 我们今天又怎么样 青年人 他的这个 现在表现出的这个立场 他可能在这个年龄层上 等到他变成中年人的时候 他可能改变了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考虑到 不是说我们今天去 好像奉承 或者说伺候这些年轻人 而是我们要让他了解到 一个整个的制度 国际制度 国内制度的一个发展 它是有一个轨迹的 不能让你这个 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 好的 谢谢邓教授 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如果这个民进党真的重返执政 而不调整 他的对中策略的话 当然他目前还有一些罩门 包括刚刚我们提到 两九二共识 还有这个所谓的 台湾前途决议文 这个台独的问题 如果这些东西不调整的话 是不是这个过去两岸之间 所建构这个和平架构 就可能真的会崩解呢 你的看法 我正从刚才邓教授的观点 就是说 三一八选业之后呢 就是说台湾年轻人 他对中国大陆的这种态度 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第一个他是排斥的 那他也不愿意跟中国大陆互动 也不想了解 那就是一种相当 我觉得这种态度呢 就是展现出来 是非常消极的态度 但是很不幸的是 这些年轻人又掌握了 非常多的选票 我们看到这次三一八选云之后 这次的九合一大选 这个年轻人的动员能力 那他展现在这个选举的结果上 所以说这些年轻人 他又是对中国大陆不了解 又不想了解 又没有太多认识 但是呢 他们又是台湾政治 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点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就是说台湾选出来的结果 那中国大陆能不能够接受 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他有他的名义 习近平在今年9月26号的时候 他在接见徐立农的时候 徐立农统派团体的时候 他提到就是希望台湾民众 你也能够要体会一下大陆的名义 那大陆现在不是没有名义 他也有网路 他也有各种的这个舆论 那两方面的名义 我现在觉得比较担心的是一种对撞 就台湾的主流名义 是一种反中的名义 而中国大陆现在又在习近平 这个所谓的中国梦之下 他又要要然而生 那这样一种名义 会不会产生一种相互的一种对立 那我觉得这点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地方 那作为政治人物来讲 台湾是个选举社会 你能够主导名义吗 可能很难 那你就必须要去顺从名义 那顺从名义的结果是 这样的名义 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理性 而且是思虑甚密的一个名义 我想这个的确让我们觉得 比较担心的地方 好的 感谢范持平教授 我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这个邓老师 当然这个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这个两岸之间的和平框架 事实上是过去这十年来 包括前面的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 已降到现在习近平 跟国民党之间建立的 那现在面临这个民进党 可能重返执政这个可能性大增 接下来会不会可能重演 当时陈水扁任内的一些 风火外交 尤其是从外交角度来看 最近这些事件包括了升旗 包括了中拉论坛 再来都显示了可能 北京并不希望 把这个国民党给 国民党的这些红利 这个无条件的就奉送给民进党 你怎么看 接下来如果民进党重返执政 是不是可能会重演过去 200年到2008年那样的情况呢 我想从两个不同层次上来讲 从这个经济层次上来讲 大家还是保持着 大家的这个根据 原来我们两岸之间签署的协定 继续往前迈进 维持两边的这个经济上 甚至在这个文化上 这个教育上各方面 这个我想是会持续的 除非有任何一方 其实我想不是大陆方面 如果说民党政策上改变的话 那么基本上 那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在政治军事战略上面的 那么在这一部分上来讲 那么我觉得包括在外交 当这里面包含外交方面 我觉得中国大陆会 采取一个比较紧缩的政策 那这紧缩政策其实就是说 比如说在这个拉丁美洲 我们做美洲邦交国里面 他可能没办法全部拿掉 但是他采取紧缩 让我们在对外的活动上面 又在一个紧箍咒里面 进行 这是对我们不利的 当然我们可以讲说 我们这个民意所致嘛 可是他用这样子一个强烈的方式 让你感受到说 这就是我设定的一个红线 你接受也不接受就在这里了 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 我不是说今天帮中国大陆 去代言 而是说当我们为政者 我们要设定战略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我们必须要让人民知道 不能放任人民 说他怎么想 我们就必须这样做 那这对国家整体的战略上来讲 是一个危害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好的 感谢邓老师 那么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下 两岸关系最近的一些发展 因为两岸关系最近 因为了中方片面宣布了 一条紧贴海沓中心的新航路 再度陷入紧张了 不过同时也传出一个 比较正面的讯息 那就是两岸官方的会谈 即将在金门登场了 那么我们下面先来听听看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还来上个星期的一些最新说法 我们通过扩大和深化我们的合作 来让台湾的继承民众有感 两党之间那些好的一些做法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我相信像这个两党的高层的这种交往 是会保持下去的 台北的主持人也博弈 博弈 一些说法就是说希望 这个大陆未来对于这个台湾的一些工作 能够让台湾民众有感 其实从某一方面来讲 这个确实是有感 就是反感 那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老师 就是说您刚也提到了 台湾目前从九合一大选 所显现出来的民意 似乎是一种反中的民意 这个反对中国大陆的这种情绪 好像比较高张 但是大家也很好奇 就是说马英九总统 从他上任以来 评论也好 他自己也觉得说 这个两岸关系是从这个 扁政府下台之后 一些人之后他上来之后 两岸关系是前所未有的好 那为什么会好到到最后 大家会变成 情绪上会变成 对大陆的政策无感 甚至于到反感的这种状况 我想要从这个政治跟经济 两个层面来说明 从政治来讲 我想台湾历次的民调都显示 大部分民众是希望维持现状 那支持统一的民意 大概只有10%不到 但历年来没有太大改变 那因此就是说 台湾民众有一种感觉就是 那个马政府的这个 两岸经贸政策的发展 会不会已经触统 已经触政 走向统一 我想这是一个担忧 因为台湾民众不想被统一 也不想跟大陆统一 那两岸的经贸交流 会不会是包着糖衣的毒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茂协议之后 为什么发生318学运的 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就是大家担心政治上的问题 那经济上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 两岸的交流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陆克来了很多 两岸经贸非常的 互动非常紧密 可是一般民众没有感受 而且大家的薪水没有增加 大学生的薪水还是22K 那看到是谁获益呢 大的财团 甚至之前发生像这个 鼎心的事件 这个独油的事件 大家觉得这些台商 或者是两岸的这个所谓的权贵 似乎掌握了这个 两岸经贸互动的主导权 那每次看到这些大陆的参访团来 采购团来 都是悲黄交错 都是这些大财团在那边运作 那这种相对剥夺感 或者是中产阶级的贫穷化的 这种心理就由然而生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跟经济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发生 我觉得就是因为 两岸的领导人都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太乐观了 包含马政府也是一样 他认为说 我做了这么多 你们应该觉得很满意 可是他没有想到就是台湾社会 其实还是有相当多的人 是对两岸交流是担忧的 事实上我们看到 2012年跟2008年相比 马中总的选票 就将近少了30万票 这其实是一个警讯 就是台湾民众 其实有相当多人对两岸交流 他是保持的一种担心的 但是因为执政党 他并不认为这个担心是重要的 忽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在很多政治操作方面的话 他都没有想到的这样一个问题 好的 谢谢范氏评教授 那回到华府 我们也想请教灯中间老师 就是王章 刚刚这个东年也提到 王章会即将要开始 大家也很关注 就是说这个议题的规划是怎么样 包括这个马习会 是不是还有可能举行 或者是国民党新任主席朱立伦 有没有可能跟这个中共高层会晤 刚刚这个张志军的说法是说 希望这个国共两党高层的这个 这个会面呢 还是会交往还是会保持下去的 那这个王玉琪先前我的印象当中 他是说这个马习会呢 在王章会的这个议程规划里头 马习会应该是不会提了 那么至于这个朱立伦跟习近平的 朱席会 我的印象如果没有错是顺其自然 那这是不是表示说 其实从中共的角度来看 他们已经慢慢的 虽然说有可能要正视到民进党 有可能执政的这个情况 但是在国民党方面 是不是代表马英九的时代 已经逐渐要结束 而他们必须要正视这个朱立伦 开始掌握这样一个权力的一个情况 请邓教授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想确实是如此 因为至少现在如果是两党的之间的交流 那个朱立伦也是这个国民党的主席了 而且这个马英九总统他拒绝接受这个荣誉主席的位置 所以在这样状况底下 如果是朱席会的话 那吴兴忠可能性就很大了 如果马英九接受了这个荣誉主席的位置 那反而是比较尴尬 究竟是谁一起去还是怎么样去 所以这个路上我觉得说是 没有可能能够有这个朱席会 但当然我想朱立伦他其实有一些担忧 就是说因为他现在是 大家讲说是这个最弱势的国民党主席 他既不是总统也不是立法院长 他掌握的这个只是一个新北市的市长 所以他如果去的呢 他要考虑说他能够讲什么 讲了这个之后 究竟这个党内 马总统也好 或者立法院这个王院 他们是什么态度什么看法 这是我觉得说这个是 朱立伦主席现在的一个困境 但我想见面还是好 因为见面大家彼此交流 能够持续维持下去的话 对两岸都是好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 很快来接听电话 湖北的吕先生您好 请讲 吕先生请说 我说这个如下的这个两点 我认为这个民进党如果在2016年出来执政 他必须解决两大问题 第一 这个民进党的党教正式化 必须压到最低的程度 不要激化两岸的这个对立 第二 就是说在朝野之间 不要搞得太多的这个相争的地方 这都是我对蔡文女士所抱有的期待 好的 谢谢湖北吕先生 台北的黄先生您好 请讲 台北黄先生 有听到吗 听到请说 我对现在台湾的这个政治方式 我是蛮赞同的 所以说台湾现在是已经慢慢开始 踏上第一个阶梯了 所以大家等着看 万一能够再更上一层了的时候 其实这个政治前面台湾的这个政治局面会更好 但是至于说一中个表的问题 照理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解释得很清楚了 好的 谢谢台北黄先生 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时间有限 我再很快接听新北市的黄先生 很快的扎顶时间 黄先生请讲 中国 美国都是世界大国 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大家都遵循国际秩序 国际公法 国际惯例 国际的经贸标准 所以大家在世界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反恐任务 因为那个伊斯兰的世界的激进组织 对世界安全有很严重的影响 是的 的确 这个新北市的黄先生提到这问题很重要 谈到这个反恐今天就有日本两名的人 其中一名人质被处决了 不过我们先回到我们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话题 我想先请教在这个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老师说 当古北旅先生提出了他说 民进党如果206首反执政 他提出他的建议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最新的发展是 蔡英文主席他南下高手去探视陈水扁 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新的发展 他在这个积极严理对北京策略的同时呢 却去探视这个前总统陈水扁 这样的一个政治象征意 您怎么看 我想作为一个民进党的这个主席 当然他要去看探视陈水扁 其实他没有很早去 这个时候去呢 其实也刚好是在未来这个有关立法委员 或者说总统提名这个程序开始前 他去看 我想这是他势必要去看的 我们可以理解 那同时我从某个角度上来看 因为过去蔡英文主席曾经参与 我们对外的这个贸易谈判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所以如果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看 那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他应该可以跳脱出一些 传统的对他的这个限制 能够大开大合的 所以当我们也我想也期盼了 就是说两岸之间的关系 尽管是有很多框架在这里 他是不是能够走得出去 或者说民进党这些主要的这些领袖们 能不能去思考走出去 那这样走出去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 就是确保了民进党的执政 是 谢谢邓老师 那范世平教授 我们当然知道这个 民进党要走完他的最后一路 还有很多包袱 我们今天看到蔡英文南下 去探视陈水扁 陈水扁他对于民进党来讲 是不是也是就有的包袱之一 包括现在很多人其实在 希望呼吁民进党 能够冻结所谓的台独党纲 但是好像还没有看到 这部分的一个进展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发展呢 范世平 范教授 所以我想这个陈水扁 对蔡英文来讲是个包袱 那他当然希望他能够 不要多讲话了 因为他多讲话的话 因为陈水扁我想 当然一部分人支持他 但是大部分的台湾民众认为 他还是一个贪腐的总统 所以我认为 其实你看看出来 蔡英文对陈水扁 采取的是一个冷处理的态度 他不想跟他太接近 但是因为陈水扁在民进党党内 特别是对于独派这一块 他还是有他的影响力 觉得还是要礼貌性的去探视 但是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他是跟他保持一个 某种等据的一个关系 那对于民进党党内来讲 我觉得蔡英文的确就是说 他一方面要让老百姓认为 他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 但是他又必须要去面临九二共识 但是民进党党内对于九二共识 基本上是反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他会面临到一个两难的局面 但是看得出来 他想采取的是一个比较主动积极的一个态度 来面对两岸包含在去年六月下旬 张志军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他也提到他不设任何前提 希望跟张志军会面 那另外我们看到他最近提出 各个地方政府要跟大陆互动 还有他也提出 要在今年年初召开国事会议 那也有可能讨论两岸议题 也就是他基本上是把两岸 这个九二共识把它暂时搁置 但他希望能够展现他在两岸积极的一块 那至于国民党来讲朱立伦 我认为他会比较冷处理两岸关系 特别是国共关系 因为他也知道这次318学运 最大的问题就是反中反商 那国民党过去跟大陆走太近 所以我认为他会采取一个冷却的态度 另外朱立伦他本身又是外省第二代 那他也希望能够不要被外界认为 他跟大陆关系太密切 甚至被冠上这个卖台的这个帽子 所以我认为朱立伦会对于国共的交流 采取一个冷卒理的态度 那我也认为他应该会在这一两年之内 不会去大陆访问 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 好 谢方教授 国毅 那么感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分析 不过这个碍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能够让这个 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接听电话 我们刚刚两位来宾的这个分析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 今天节目的一个结论了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这个志力的参与 感谢两位来宾精辟的讨论 那么尤其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 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我们要感谢博弈 还有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范士品教授 参与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 感谢您 当然我们要感谢 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台湾政治大学特评教授 邓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感谢您 当然听众观众朋友们也要感谢您的积极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 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 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 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遇到我们的嘀中文环境 可以寻找到一条位子 最新的适用